好了,小冰冰,请讲。 我就是想着,就是把那个菜炒出来多好吃多好吃,我就一直想那个菜,但是我就是没有去买,我也是忘记了去买,然后当时过了几天之后,我姐姐回来了,就是我表姐,她回来了之后,然后就是完了一下就走了,然后她走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们桌子上就多了一根火腿肠,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我就问我爷爷,他就说,是说我姐姐带回来的,这个是第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我前几天和我朋友讨论我喜欢的花, 我喜欢的花是枝子花,我当时就跟他说我非常喜欢枝子花,然后当时说的时候就很开心,就想着枝子花的样子什么的。 嗯哼。 然后,然后第二天我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那个枝子花回来。 我的天哪,OK。 哇。 。 虽然他还没有回来,但是还是很期待的。 这个就已经很奇妙了,就你们记不记得秘密这本书里面就说,刚开始使用行李法则的时候可以试着吸引一些不太常见的小东西。 他书里举的例子就是一束花,还有一个裙子,然后你说的那个和作者说的那个好像啊,枝子花就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会送的花。 OK,那我现在请你来转换一下角色,你就是今天晚上的吸引力法则的老师。 那你觉得就是跟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都是小白,从来没有学过显化,那你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显化的关键是什么呢?你觉得你为什么这两次成功了呢? 我觉得这两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我想着我想要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是很怀,就是蛮怀期待的去想着它的。 嗯。 而且是我当下非常需要的,并且我也没有特别的强求,就是感觉,嗯,好像不,就是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得到的,但是呢,它就是自己来到我身边了。 那几天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有压力的去想象那个东西。 嗯。 反正我当时想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会,就非常奇妙的就,就来到了。 我当时想的时候,就,就比如说我当时,跟我朋友说我喜欢蛛子花的时候,我当时就, 蛛子花的这个心情。 嗯。 然后它就,它就来了。 就是很顺其自然,而且很轻松的那种心情吧。 也没有非常,但是你想到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当然会很开心。 对的。 那个样子。 对的,是的,是的。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自己是喜悦的时候,就是和创造物是在一个频率上的。 那一刻,我相信你没有一小会儿是怀疑我能不能获得,或者这件事情也太难做到了。 你的脑子里完全都是美好,是可能的。 我知道它早晚会发生。 是这样的吗? 对,就像是相信的力量一样。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毛盖克上老师跟我们说,说毛泽东他之所以能够长征走出草地,就是因为他的相信的力量,但是就非常的有共鸣。 对的,是,没错。 嗯,我刚刚就是你说的那个事情,我也想起来我今天晚上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奇迹。 嗯,我和小明去楼下的那个餐厅吃饭,我们经常去楼下餐厅吃饭。 然后今天点菜的时候,我就突然很想吃早餐的那个面包。 但是我知道一般晚餐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面包的。 但是我心里就是想了一下,哎呀,面包那个松软的感觉。 就是除了吃米饭以外,我还想吃点那个面包。 结果,然后等我们的菜上来的时候,他们居然先上了一个,就是西餐你们,就是他会附赠一个面包篮。 就里面有不一样的面包的种类,作为一个小吃一样的赠送过来。 我们在底下吃了一个多月,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次面包篮。 然后今天晚上居然就,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感觉,我的个天。 我想那个面包的时候,跟小饼饼的心情一样。 没有任何的怀疑,甚至觉得我配不配得到这个面包。 大家听好,这个是个关键词,就是我值不值得得到。 当时我就只是,哎呀,要说那个面包,那种奶奶的,软软的,蓬蓬松松的。 好,能跟我的菜一起吃就好了。 然后她就端上来的面包,真的就是那一刻,跟她的,跟小饼饼的心情是一样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邀请Catherine来分享她的经验之前啊,我想先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冥想练习。 就是我们用自己想象力的力量,先去感受一下,你现在想要的这个东西,它已经是你的了。 OK,那我们先在聊天框里这里发一下啊,就是大家说一个,你最近想要显化的东西,或者是状态。 大家花一点时间,不着急想一想啊。 你想要显化什么东西呢?最近。 边想,边想,边去,在脑海里想到它其实已经是你的了。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OK,比如说娜娜说想要钱,那娜娜你就写一下,你想要多少钱呢? 比如说最近想要钱,对吧?想要多少呢? 2万,5万,10万,你想要多少钱,它的数量都不重要。 你显现10块钱,跟你显现10万块钱,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觉得10块钱更有可能,还是10万块钱更有可能。 其实显化的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他人如果是说钱的话,那么也想一想。 那如果真的是最近一笔钱,或者说接下来的一年每个月多少钱,那就写一个你真的很想要的金额。 而不用考虑所谓的现实。 OK,你就把你的钱想象成跟一个显化后腿肠一样这么轻松。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想一想。 现在是8点17,我们到8点19的时候,接着进行这个冥想。 然后现在来找一首音乐,给大家回到感恩课的那个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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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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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看到这里 娜娜和Catherine 还有倩倩小丙丁 都写下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其他同学 你们没有写的话 我猜可能是不是你们想要的是一个状态 比较难以用几个字来形容 没有关系啊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来用自己的思想 和你想要的东西进入同一个世界啊 来研究一下这个冥想对我们的巨大的力量 现在呢你就可以慢慢的把眼睛闭上 闭上以后呢 我们先老规矩 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 感觉一下你自己的屁股 是不是很舒服的 稳稳当当的 很放心的 坐在你在的地方 你稳稳的把底盘 放下以后 感觉到 感觉到你身体 从你的骨盆 到你的腹部 再到你的胸腔 是一条笔直的 充满支撑的 直直的上来的一个 力量路线 一直到达你的颈部 还有你的头 而且你现在做得非常直 好像有一根线 从天花板上提着你的头顶 好,现在我们来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 是什么节奏 用几个深呼吸 把你的脑子拉到现在 拉到当下这一刻 随着你每一口呼吸呢 把气呼出去的时候 你的肩膀也一点一点的 稳稳的落下来 就好像是你把负担 把你沉重的思想都放下来 给自己减减负 感谢你们现在的呼吸已经调整的很平稳 很放松了 对吧 现在我们做第一步 就是 如果说请你想象 你是一个能量球的话 那么这个球 会是什么样子呢? 你每一次想到这个球 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最核心的 最本来的 最原始的那种力量 你一看到它你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内在的力量 那么请你想一想 这个能量球 是什么颜色的呢? 什么材质的呢? 它和你的方位 是在你上方 在你背后 它和你是什么位置关系呢? 它有没有自己带着光芒 当你脑海里慢慢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 每一次想到这个能量球 就好像是 一个快速回到你内在喜悦的通道 它在那里不停地转呀转呀 在那闪烁着 就是为了提醒你 就是为了提醒你 这里才是你最根本的内在能量 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情 它们都没有资格影响你内在的喜悦 相信你的能量球 是一个很漂亮 很美丽很独特的存在 好 那就让这个能量球接着在这运转着 我们进入冥想的第二步 那随着你刚刚想到的 想要显化的事物 我们就去感受一下 这个事物在你的脑海里 它已经是你的了 我们来举一个对每个人来说 也许都是曾经想要或者非常喜欢的事物 就是钱 OK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啊 从这一刻开始 不管你想要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需要 你的金钱上的需求 总是会被满足的 你有这一辈子你需要的所有的钱 你的任何的愿望 都可以被满足 这个钱是无穷无尽的 一直在来到你的世界里 那如果你有了这些钱 它现在在你脑海里就是真的了 那么你每一天醒来的时候 会是什么感觉呢 你这一天为自己安排的日程 是不是和现在会有所区别呢 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你这一辈子 所能用到的钱 那么你早上起来的念头 会变成什么样呢 会变成什么样呢 当你再去收到你的账单的时候 看到有很多服务 现在需要让你给他们把钱送出去的时候 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感觉呢 你会不会更自然的去感谢这些人为你提供的服务呢 要是没有他们 这些事情 可能光靠自己是完不成的 这个时候再想一想你去逛街 走到那些你喜欢的牌子 在桌窗前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感觉 当你喜欢的人过生日 或者他有一个特别想要礼物的时候 那你又会有一种怎样的新做法呢 那你知道钱就像是空气一样无穷无尽的 你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那你每一天如果说要去工作 或者要去社交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呢 你脸上的表情会是什么样呢 你在金钱上已经自由了 那你走路起来的那个姿势 还有神态 又是什么样子呢 你的旅游目的地 又会有什么变化呢 当我说这里或者这里 有一些慈善机构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你会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新的你的形象会做什么呢 去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你拥有绝对的自由 这世界上有花不完的钱 它们都是你的 它们都是你的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你是完全的自由的 那么你会把你的精力放在哪里 那你认为你这一辈子 它人生使命是什么 你已经有了花不完的钱 花不完的自由 那对你来讲 人生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想想一下你可以做你最喜欢的事情 和你最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可以用这些钱去支持你想支持的人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你可以用这些钱 你可以用这些钱 让你身边的你在乎的人 都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你有一个新的主意 你就可以马上有这些钱支持着你 去完成你的想法 感受一下这种力量已经在你身上流淌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这个宇宙给我无穷无尽的自愿 我喜欢现在的这个自己 嗯 那么我会去哪旅游呢 旅游的时候 我住什么样的酒店呢 我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我会做哪些娱乐项目呢 我会做哪些娱乐项目呢 想象一下 它们就是真的 在你脑海里出现一次的东西 就一定再一次的会出现在现实里 感受这种喜悦 感受这种喜悦 就好像是小饼饼鲜化了一个火腿肠 想象着黄瓜炒火腿的清香里带着肉香 这都是可能的 这都是可能的 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我信任宇宙 我相信它 就是这么简单 感受一下这种生活 感受它已经跑到了你的每一个手指头 脚指头 流淌在你的血液里 我不用再为了赚钱而起床 钱就像空气一样充满在我生活的各个角落里 生而富足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 都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同的服务 有富足的生活 而你就是其中一个 最后呢我们来给这个富足的自己画一个画像 在脑海里做一个截屏的动作 每一次你想到这个画面 你就知道OK 这个就是富足的自由的我的样子 那么请你想一想 你会是什么样呢 你有绝对的自由 你可以绝对放宽心的去生活 你可以不加限制的去渴望 你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给自己放上一个背景 是在哪个国家 什么城市 什么样的地方 你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把这种感觉埋在你的脑海里 每一次想到就看到这个人 再加上之前你想的那颗能量球 把它放在最终的这张截图里 每次想到的时候就去感受一下 像一个小小的显画一样 你对金钱的吸引 本质上就是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的喜悦 忘掉我们所学的各种限制 我们只需要知道 什么让我们快乐 我们去感受这种快乐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显化唯一需要的关键 好 当你们有了这个画面以后 就可以慢慢的睁开眼睛 在聊天框里打一个OK 就代表你的冥想 已经圆满结束了 在你脑海里已经构建了这个新的世界 只要你在这个冥想里感受到快乐 那么你就已经达到了 OK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请Catherine来分享一下自己最近的想法故事吧 好 能听到吗 可以 请讲 好 就是 就是 我先说一个失败的案例 因为成功的可能比较多一点 就是 看维多的那个视频说的是执念和什么来着 就是 对 愿望对 然后就是我之前可能对显化这些事情有很多执念 然后就失败了 还挺挺辛苦 嗯就是 之前有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我就是想每天都在很努力的想象 我和他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很开心 然后包括我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饮料是什么 吃的什么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状态什么的 就每天都在 就是 怎么说就是很仔细的 在想 然后 但是因为我们现实中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会 会怀疑 就是我会对这件事情产生怀疑 对 然后就是我会发现 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的状态可能不是很好 就是 我本身都不相信这个事情 然后我每天还在 在不停的去想这个事情 感觉就是 可能频率不是很高吧 而且对这个事情很执着 嗯 可能就就是 嗯 最后还是失败了 然后 就是感觉就是抓的越紧的话 可能 不容易成功吧 这样 嗯 就跟刚才小饼没有说的那个状态应该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应该就是想了之后就把它放下就好了 嗯 就是去做一些能让自己频率提高的事情 嗯 没错 你刚刚讲的那个抓的越紧越容易流失 就让我想到如果我们是空手去抓沙子 嗯 就会有那种感觉 反而就是这种浅浅的兜着能兜到更多的沙子 OK 接着讲 嗯 对 然后就故事比较多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去年四月份接触的冥想 嗯 然后那会儿就刚好在想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就是其实冥想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个行为吧 嗯 然后我居然在某一个社交软件上看到了有一个男生他写的爱好就是冥想 嗯 对 然后我真的真的是就是我刚接触冥想的时候我也就想着哎呀 如果有有人跟我能一起或者说我们一起讨论什么的就好了 嗯 然后就碰到他了 而且就是我们互相讨论的时候而且他会给我很多启发 嗯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嗯对就会比较困扰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啊怎么办最近感觉很空虚或者说呃很工作很没有力量就是很呃怎么说就很无趣的状态嗯 他就会跟我说好事情呀他就说说明你正就是怎么说就是说明你正有就更好的变好的机会在等着你呀就是这种 嗯 就像你说的那种叫凡事发生皆里有利于我的感觉 嗯 嗯 嗯 可爱你吸引来了一个有智慧的朋友嗯 OK 嗯 嗯 嗯 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想分享关于健康的事情嗯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然后就是做事情会比较用力的那种吧就是可能会比较认真一点嗯 嗯嗯然后就是这样的话会给自己的身体会带来很多困扰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运动会比较过量然后嗯就是想要快速的瘦下来这种嗯嗯 然后后来就是身体会就是膝盖膝关节会很不好就是导致我走路跑步都会疼嗯然后我就想着嗯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我这半年我就想着这半年我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嗯 嗯然后我就很偶然的跟一个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发现他居然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是很不相信的嗯然后接着接着接着就是居然又认识了一个朋友他就是做这个的他就是帮助别人来来修复身体的这个方方面的问题的嗯嗯 然后他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就是找到了一个呃机构吧或者就是能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的就是相当于我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就是怎么说不是一步到位的是经历了很多阶段到最后成功了嗯 很可爱嗯我插一句嘴啊我感觉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的状态也在不断的变化你刚刚说 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太相信的然后我相信你是外界发生了几次变化以后你是逐渐变得更相信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然后你的后患就相符合的发生着OK好你接着讲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蠢啊就是我今年嗯就是喝中药的时候把自己喝到医院去了就是呃肝脏受到损伤了 嗯嗯嗯嗯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凡是就是后来我其实心态比较好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会给我一些反思就是说他其实是让提醒我呃不要对自己那么用力就包括嗯嗯生活上工作上之类的就是呃怎么说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呃就是在工作上一些焦虑导致的 也不全是外呃呃药物的作用嗯嗯然后我就接触了瑜伽 嗯嗯嗯然后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呃就是呃瑜伽应该能帮助我变好吧然后就是让我更加慢下来 嗯结果我就认识了一个非常好的瑜伽老师啊想啥来啥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她就跟我说 说瑜伽是可以连一辈子的 就是每一次就有不同的成长吧 也算是一个不断了解自己的过程吧 嗯 还挺好的 这里我要单独夸奖一下Catherine 就是她在 就一般人啊 可能在喝中要把自己喝的身体更差了以后 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要么责怪自己 要么去抱怨这个事情本身 但是因为你有学到 然后你把这个思想 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放到了你的心里 所以你就不会在前期浪费很多时间去 往外抱怨或者是往内消耗 你就赶紧去想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 我学习到什么 我接下来怎么做的更好 所以你的频率当时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你很平静的度过这件事情以后 哎 你有吸引来了更好的帮助你的老师和资源 所以 谢谢你提醒我们这句话的重要性 嗯 对就是 其实我是最近才加入这个群的嘛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感恩课 我才看了四节 嗯 但是你那句话就很戳中我 就是每次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平静安心吧 就是觉得啊好对呀 每次都说到我心坎里啊那种感觉 嗯 OK Catherine我想听一听 你对就是过度用力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是怎么意识到你自己是这样的呢 嗯 啊这个 嗯 就是我 呃我是 因为 也就是不断的在了解自己 就是说 现在是有一个我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观察者 就是 嗯 这种感觉 嗯 就这个也是听你讲的那个时候 我才就知道是这样的 啊 就是我是在不断的了解自己的过程中 我发现 呃就是我过度用力的这个行为 其实不是我本身想要的 是我小的时候和我奶奶在一起 然后奶奶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 嗯 对 所以可能这些是他 就是小的时候影响给我的一些吧 所以我现在在 呃我希望就是学完这个感恩课之后 可能还会 希望在清理一下自己 嗯 就是说 去接接近 那个 更更更更本真的我吧 嗯 OK 你有觉察到自己的哪些思想呢 就好像是 虽然你现在不是天天跟奶奶在一起 但是好像有一部分奶奶的 嗯 价值观是还在统治着你做事的 对吗 那你有意识到什么样的想法 是这样的 嗯 嗯 想在 就随便一个简单 嗯 就是比如说 呃我现在没法 就是我能意识到有哪些是我自己的 就是他给我的 可能我现在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嗯 嗯 OK 呃就是呃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会 嗯 对就是给别人帮助感到快乐 我也会 因为就是有所收获 就是每天都有收获而感到快乐 嗯 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不断努力的原因吧 而不是说我想要努力 而是 呃或者是我要想要看起来很努力 嗯 嗯 那么快 那 嗯 嗯 当你感觉到 是要是在过度努力的时候 你还能察觉到自己的其他什么心情吗 啊 啊 这个啊 这个就 啊 还有就是跟我一会儿还要说的一个就是 就是要尊重自己的身体 嗯 就是可能会过度努力的时候 可能会身体某些部位会比较紧张 嗯 嗯 嗯 我现在就会意识到这一点 就可能 呃 就是身体就告诉我说 你可能这样就是太过度了 或者 嗯 用力过猛这样 然后就会慢一下 哎 我觉得嗯 这种状态 慢下来还不错 慢慢来比较快嘛 嗯 太棒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用力过猛 或者我不能允许自己不努力 嗯 我要不断的做一个上进的人 我不能落后 我要看上去很优秀 这种想法确实会让我们脑海里很 就是好像天天给自己打着鸡血往前走 那这样的话 其实记得放松身体 就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想法 其实不是少数人的想法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 可能越努力呢 就感到越是劳累 越是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状态 但是反而我们有的时候 手能放松一点 去跟着自己的喜悦做事情 可能 生活就马上会发生变化 钱也更容易来了 身边爱你的人也变多了 自己的身体也变好了 我觉得Catherine 你在身体这个方面应该就是 很有资格 来见证的人 啊 真的是 就是现在感觉就好多了 就是会比较尊重自己的身体吧 就是有的时候 早上起来感觉到自己 就很紧张 我就一定要再思考一下 就是最近有没有在焦虑了什么 或者怎样 就是会表调一下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 嗯 OK 那你是怎么感觉自己身体的紧张 你意识到的一般是哪些器官或者肌肉 会紧张呢 我如果紧张的话 可能会假的就是 就什么喉咙这边多一点吧 然后我一般都 生病会往这边跑 嗯 有一点上火 那种感觉 可能 嗯 明白了 嗯 嗯 那你是怎么有意识的让自己放松的呢 啊 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会会有十分钟的冥想 嗯 嗯 那你可以就是带我们体验一下你自己脑子里的冥想吗 就是你是怎么样跟自己说放松下来的 啊 就 呃 就是我冥想的时候一般会进入一个就是 就是脑脑海里有很多就是风景的画面 啊 OK 那我我们大家都闭上眼睛你来说 你来描述我们来跟你一起讲相 啊 我会紧张 你不用紧张 你快点进入那个风景 我们就都是小白兔 我们就不会让你紧张 来试一下 调整一下呼吸 啊 先让呼吸慢下来 你的脑子就不紧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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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一条 下过雨后的马路 嗯 我们深深的吸气会感受到泥土的芬芳 会有汽车缓缓地从你身旁开过 你抬头能看到树叶滴下来的水轻轻地撒在你眼皮上 好温柔 吹过了一阵凉风 身体是不是感觉到比之前更舒服了 嗯 嗯 嗯 差不多这样吧 对 然后你你是怎么让自己紧张的肌肉放松 你做得很好 接着走 我已经进入状态了 嗯 然后就是在这个状态里 就是待着 就是感觉到车在不断的流流动 这样 嗯 啊 明白了 那我们在这待一会儿 朋友们 我们在这待一会儿 自己呼吸一下 感觉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下过雨的那种 嗯 点泥土啊 然后空气里是湿热露的 天是有一点阴 的凉爽的感觉 嗯 然后还会专注呼吸 就是专注 嗯 就是 怎么说 复式呼吸吧 嗯 就是会感觉到身体在呼吸的过程中 呃 舒展和收缩的感觉 那你来指导我们来呼吸一下吧 对一下开始 这个是我在之前在健身里学的 嗯 然后就 你就当我们都 我们都第一次在跟你学 嗯 嗯 那开始 嗯 嗯 下面我们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 眼睛深深地沉向眼眶 眼皮放松 感受气体轻轻地流入身体 肋骨扩张 肋骨向四面八方扩张 轻轻地在一呼一息间 感受气体的流动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肋骨的运动上 感受它的在一呼一息间的运动 深沉而又饱满 此刻我们身旁是一条宽阔的马路 车流 川流 不息 我们在旁边 享受 这一份属于我们的寂静 嗯 好 就差不多这样 嗯 你让我们要睁开眼睛了吗 下面我们轻轻地睁开眼睛 慢慢适应一下外面的光线 保持嘴角的弧度 开始我们下面新的生活吧 哈哈 你第一次做就做得非常好 真的 你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我每天都会练瑜伽 然后瑜伽的那个最后的那个休息数 差不多都是这样 做得真的非常好 Catherine你看 你刚刚相信了 你 你必须要做 你可以做到 结果你就做到了 所以在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你们无论做什么 只要你就是被赶上去了 你会发现你做的比你狭将争要优秀的多 非常非常 真的 嗯 真的是 真的 太好了 感谢维多给我这样的机会 尤其是你刚刚说那个 记得要把眼睛放在眼眶里 嗯 然后 去感受肋骨的伸展 其实这些都是已经进到你脑海里的东西 你现在又传播给更多的人 嗯 然后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的那种智慧 所以 非常好 非常好 嗯 那Catherine你还有其他的关于显化的故事吗 啊 没有啦 谢谢 嗯 OK那 OK好 那就先这样 谢谢Catherine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计划的两位嘉宾就已经分享完了 那大家刚刚跟着Catherine做了一次这种突击的冥想以后 有没有谁也想来挑战一下自己做一个没有准备的发言嘉宾 去讲一件你自己的闲话故事 真的无所谓大笑 只在于你当时的心情 OK 所以谁要来讲话的话 自己直接开卖就可以了啊 你们上过感恩课的都知道 我的这个套路就是我会突击点名让你们突破一下自己 但是还是要看 就是决定圈还是在你们自己手上 OK 所以谁要来 试一试 分享一个你的故事 哪怕是失败的经历也可以哦 因为失败的经历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看下一次怎么样做得更好 每个人应该都有失败的经历吧 给你们十秒钟啊 谁十秒钟谁要来说 十月 有 要是不说的话 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 OK 大家感受到了这种显化 之前的喜悦 就去谢谢他 哎呀太好了 我要是能走怎么样就好了 我已经感受到了 那个面包在我手里的感觉 其实你只要做到这一步 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 然后该做什么 做什么 做让你开心的 让你自在的 其实就足够了 OK 好 嗯 8 7 6 5 4 4 5 维多你好 我好像又想到了 谁在说话 小禀彬吗 哦 OK 对 好 你又想到了 好 来 请讲 我想到了一个 就是想写化了的事情 有一个 没有写化成功的事情 嗯 嗯哼 显化了的就是 之前买了一个盲盒 是买的那种随机的 嗯 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 嗯 哎 然后 我当时 因为那个盲盒 它会有图片 有不同的款式 嗯 我当时就 其中的一个款式 我就 把它加到购物 购物车里面 我就天天看着它 就是 虽然也有别的款式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看那个 嗯 看那个款式 我看的最多 我就一直想着 拥有它 那种感觉 你看 然后 它到的时候 就真的是那个 嗯 哦 你说到这个 我也想插播一个故事 就是也是 港恩客的一个同学 她叫露露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她 我们 因为都是在北京 所以我们有一次 一起出去玩 她就是现场买盲盒 然后那个盲盒里面 她也是跟你一样 就是想好了 要一个盲盒的娃娃 叫做太阳神 嗯 我们当时就说 那我们现在就利用一下 吸引力法则 我说 你去感受一下 哪一个盒子里面 是太阳神 最接近你心中 的直觉 然后她就把手 放在不同的盒子上面 去感受一下 好像太阳神 已经是她的了 然后你猜怎么着 她一打开那个盲盒 真的就是那个娃娃 就是大家如果 也有买盲盒 这个爱好 一定要把吸引力法则 实操起来 嗯 谢谢你的这个故事 OK 小明明你接着讲 还有一个失败的 就是 嗯 就是我之前 想要显化一个男朋友 但是 在有男朋友 但是我 没有 但是我 我当时又觉得 自己 不配那样 然后 但是我 我又会在本子上 写很多 关于他的细节 但写完了之后 就 嗯 没有那种 就是写的时候 很开心 但写完之后 又 感觉自己在跟自己说 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看上你呢 就是感觉 又是在自我否定 然后就没有遇到 我描述的那个人 嗯 OK 那你感觉是什么 影响了你的显化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跟我显化那个火腿肠 就是 一个对比 就如果是火腿肠的话 我觉得 啊 反正 就一两块钱 自己去超市 肯定可以去买到的 但如果是 显化一个人的话 我又没有经验 就会 没有自信 而且 嗯 加上 自己多年的经验 就是 没有那种经历 就 不太自信的那种 嗯 嗯 OK 很好啊 所以 小葵 因为你下一次 去显化男朋友的时候 也可以想一想 就是 我的愿望 不分大小 显化男朋友 就像显化 火腿肠一样容易 尝试着去这样告诉自己 就是 大家记不记得 在 《吸引力法则》 三部曲 这个书里面 有一张 就是讲 如果说我感觉自己的愿望太大了 太难以实现了 怎么办 然后那个作者呢 他就是在一张很大的纸上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拿一个很细的笔在中间点了一个小点 他说我们的愿望 其实对于宇宙来说 就像是这么大的圆圈里面 点了一个小点而已 对于宇宙来说 没有什么容易 或者是难 其实那个火腿肠 它也是通过你姐姐来你家 带来的 所以你的男朋友 那也是通过不一样的人和事的组合 出现在你身边的 就是 如果说我们 都可以像 有时候啊 像个小傻子一样 就是 如果我们说 我们相信心理法则 我们就完全的相信它 那么显化就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所以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就有意识的 每天都去释放一些 自己的限制性思想 比如说 我是不是不配得到这样的男朋友 或者我是不是不配得到这么多的金钱 那你就回到自己小的时候 就回到一个 你还没有学会 这么多限制性观念的时候 嗯 这里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怎么样去突破 你认为自己不值得 的这个观念 你们就想一想 你超级喜欢 超级在乎的一个人 想到这个人以后呢 你愿不愿意祝福他 你愿不愿意 给他好运 给他财富 你愿不愿意祝福他 能有一个爱他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OK 那我相信你的答案 应该都是愿意 对吧 你觉得我很在乎他 所以我就特别想看着他好 那我现在请你把这个人先放到一边 然后把你自己拿出来 那看着你自己这个人 那你愿意让他有好运吗 你愿意祝他拥有美好的爱情吗 你愿意看着他赚更多的钱吗 你会发现 你对别人的祝福 都是不需要他有什么条件的 你只是因为喜欢他 你就要给他这些 所以对待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其实是你的思想 在评判你是否值得 但是如果除去思想这一关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生命而已 一个小生命 一个想要幸福和爱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看着自己说 嗯那我可以祝福你一些什么呢 请问你想要什么呢 我都给你 我都祝福给你 而且我不需要什么条件 只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不需要你做到任何事情 我就是喜欢你 所以我想要你幸福 这就够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眼睛闭上 最后我们来祝福一下自己 来结束今天的 我们的这个专属会议 OK 那 就好像是你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出来 你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在这听会议的这个人 你看一看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他身体是什么姿势 那在这一生里 他想要什么呢 如果你可以祝福他任何事情 你会祝福他什么呢 请把你的祝福送到他身上吧 可以是力量 可以是信念 可以是有创意的好点子 可以是自信 可以是幸福的关系 可以是健康的身体 或者只要是好事都送到他的身上 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人了 所以我说 我希望你过得比谁都好 我希望你过得超级幸运 超级好 世界上的好事我都给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呀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呀 我没有条件的喜欢你 我喜欢你 摸着自己的胸口 跟自己再多说几遍 我给你这些好运 给你这些好东西 就只是因为我喜欢你 你不用着急着还给我 你也不用考虑 要满足我的什么需要 我就是喜欢你 我就是要你拥有这些好运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你配 我就是觉得你值得 感觉到你手心的热量呢 都已经渗透到你的心脏里 你感觉到了自己 对自己的这种爱 这样的话 你不管显化什么 你都可以轻松地突破 自己之前 那种不配得感 因为我喜欢自己 所以我可以轻松地得到 就这么简单 我要你拥有 因为我喜欢你 因为我喜欢你 多说几遍 因为我喜欢你 再来抱自己一下吧 紧紧地抱一下 把这种热量传到自己的前胸后背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呀 你这个傻小子或者傻姑娘 怎么会觉得不配呢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一切的好事都可以发生在你身上 我给你我的祝福 祝福完之后 你就可以慢慢的睁开眼睛了 好 如果你们喜欢刚刚的这个练习啊 就打四个字 我喜欢你 再跟自己确认一下 我是真的喜欢你 所以我想祝福你 有好的东西我都想给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呀维多 好喜欢你呀维多 我希望你天天开开心心的 积极向上的 充满自信的 富足又丰盛 嗯 OK 所以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 我们说了三种冥想 第一个呢 是给自己一个能量球 好 下一次来问问你们的 就是一会儿在群聊的时候 大家说一下你的能量球 自己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就是当你拥有了 所有你这一辈子需要的钱的时候 就想象一下那种开心的自由的感觉 第三个呢 就是刚刚这个我来祝福自己 OK 这三个冥想 希望大家能够融合在你们的生活里 嗯 嗯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 感恩学院活动就到这里 明天上午11点呢 B站还有直播 如果到时候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来可以提问 或者我们就是来聊聊天 OK 好 听同学 现在是不是刚刚进来 没有关系 今天我有录回放 回头会上传在B站上 那就这样吧 朋友们晚安 拜拜